美国媒体报道,最近美军方对外表示,俄方上就对美方发出过两次警告,趁俄系联军目前已经做好对施近那一处地区展开攻击的顺备,而且此处目前有不少美军正在驻扎,俄军方声着,在此区域美军正在全力保护这些反对武装。 据美国新闻报道,俄方发出的警告,让美军高层十分担忧,一旦俄系联军针对该地区实施军事打击,那么美军的安全,必将受到很大威胁,因此美军果断回应俄军,请不要下次挑战美国军事的力量。 据悉,美方此次最为担忧,的就是坦福镇,AT,TN,因为在该地美军有专门训练的反恐基地,而且美军实施对此地附近55公里区域展开24小时监控。 报道着,坦福镇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,位于伊拉克、约旦以及叙利亚三国的交界处,是当前美俄争夺的战略要地。 在美军看来,俄军岂有可能直接出动战机,或者战舰对续叛军实施大规模空袭。 一旦俄军打击得不够精确,甚至会将美军也直接卷入冲突中,这无疑将大大增加美俄军事对抗的可能性。 美军一名高官称,当前续利亚局势,的确十分令人担忧,对于俄方此次发出的警告美方准备展开探讨,以确保做好全面防御事项。 对此美方也给予俄方建议,趁最好和坦福基地保持足够距离,否则美军必将给予回击。 对此,五角大楼称,美军没有打算通过任何武装组织反对当前的续利亚政府。 不过一旦美军遭遇偷袭,那么必将使用最合理的手段捍卫美军尊严。 其实此前俄军就指控在边缘地带苍迷反对分子。 目前俄续联军,正在对北部地区,实施大规模攻击。 因为伊德利补击有可能是续战最后的一场战斗,一旦续军成功拿下,那么距离叙利亚,正式统一就指日可败了。 9月5日,俄方高层表示,在4日晚间,俄方住去基地,将两架不明来历的无人机机毁。 随后俄军出动4架战机,直接对去北部叛军基地,实施了大规模空袭。 此次空袭主要针对叛军无人机仓库,同时对相关无人机袭击地区,也进行了详细侦查。 据悉,此次俄方两架送到34战机,将叛军无人机装配机以及爆炸物存放仓库给炸毁。 此外苏35S战机还将叛军一处存放防空武器的大要库给炸掉,这给叛军造成重大伤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